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請黃柏林一眼諮詢時間45分鐘 謝謝副議長、市長、各位副市長、各位局處長 大家早安 以及電視機前面的高雄市民朋友們大家早 我想本期這次總質詢大概就是開放高雄 高雄要怎麼更好 剛剛前一位政議員在質詢的時候 市長也提到了很多中央的政策 我覺得也不錯 但是我想吳敦義院長在他擔任院長的時候 提到的高雄海空經貿城 那核定兩千多億要給高雄的 事實上我們看到了衛武營、亞洲新灣區三大場館 所有的預算幾乎都是當時行政院給的 所以我想這些事非常的重要 並沒有說當時政府各用期的告股會掐 我想這個問題也沒有 所以也希望說我們在說話的時候都應該特別注意一下 當時也記得國道七號也是準備六百多億給高雄市政府 是我們因為環品沒有過 像這些大預算周期二號碼頭編了五百多億 我想這些都是中央給地方的錢 那端賴於我們的行政執行力有沒有去做 我想這個才是重要 所以一開始我要幾個問題要跟市長提到 第一個我不知道你贊不贊成核災食品進入到高雄 那我要跟所有的高雄市民朋友講 為什麼核災食品不移到高雄 我們大概有幾個理由 第一個連放射科的醫師啊 食品的教授啊都不敢吃核災食品 因為我們說核災有什麼三十年的半衰期 有一些是我們現在儀器驗得到了 有一些是驗不到的 那不論驗得到驗不到 我覺得我們都不應該讓他有疑慮就到我們的台灣 甚至到我們的高雄來 這是第一個理由 我們吃下去未來會變怎麼樣 根據現在比較早有案例可以做到 所謂風險評估的車諾比事件 看到很多孩子很多大人什麼各種相關的症狀都出來了 我們需要去面對這個風險嗎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台灣的邊境管理能力是不足的 今天我們整個台灣所謂抽驗食品 整個才69個人 然後我們要去驗輻射的這樣的一個可能的 只有核能鎖啊 那核能鎖他面對20多萬象的品項 你怎麼去驗 我覺得最好就是源頭管理嘛 有疑慮就不要讓他進來 我們幹嘛讓他進來我們才去抽 各位還沒開放啊 這兩天包括 政府發現的或者是民眾自主發現的 連那個醬油包啦 納豆包啦都發生了 各位有人說 我們就賣日本食品都好 要藍在裡面你怎麼會知道啊 所以有疑慮就不應該讓他進來 這第二個我們的邊境管理能力 我們需不需要投入這樣的成本 第三啊我們跟外國人最大不同是 台灣人接受日本的食物 日本的文化非常的亮度非常的大 所以同樣的日本食物輸到歐美 可能沒什麼人買啊 但是到台灣我們很厲害 所以你看我們一年貢獻給日本多少錢 所以整個食物的這個文化也不一樣 接著很重要就是那個核食的產品標示不清啊 大家記不記得2015年3月的時候 那個他們更改的標籤 有292項的核災的食品就誤禁台灣 這是誤禁嗎 這是誤禁嗎 今天如果你明明知道他是哪裡來的 你不把它標清楚 阿公你沒有檢查到 阿公我們就一直在吃 我覺得有風險就應該要去處理 然後最重要一個 我們台日目前沒有司法互助喔 發生事情齁 我們是找不到司法互助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急著要讓核災食品進入台灣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阻絕於境外 從境外就管理了 所以這個問題我們本國民黨團也有就叫市長 那市長你也把那個他們的陳情書也收下來 我不知道市長你的態度是不是你簡單答覆一下 針對核災食品能不能進入高雄市 核災食品從全世界都標準都一樣 台灣從來沒有同意核災食品進來 所以你是拒絕核災食品進入高雄 核災食品這個是假議題 好啦那你拒絕就好 你就正式就這樣宣示 好OK市長請坐 好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我要再請問一下 我再請問一下第二個問題 現在那個婚姻平權喔 社會這個討論非常多啦 那民調有贊成一半反對一半大概這麼多 那本席在上個禮拜我也辦了一個婚姻平權時刻是否到來 我必須承認這個議題我沒有太了解 我不了解怎麼辦 我就辦了一個公聽會 我請了很多的團體 然後包括這個支持的 他們同志熱線什麼相關還有幾位師大高運大的教授 我們也找了幾位牧師 我們一起在我們議會來討論 我跟市長報告那天來了快兩百八十個人 我們辦公聽會高雄市議會公聽會很少這麼多人 那天來兩百多人 那當然有很多人支持的 好支持婚姻平權 那也有很多是反對 他覺得如果修改民法 那整個未來相關法令可能一兩百條都要跟著修 那我們現在社會要不要去面對 這是一個 第二個 當你修了以後 未來很多相關的概念 那個那些平權的概念 會不會到我們的課本裡面 最近也有網路瘋傳一個 那個台中的一個家長會長 然後他去台北教育部開會 然後他把很多他覺得不宜的內容 然後就在就直接就跟那個市長說 你說不開放都在搜裡面 當然有人說那是價位金的 但是這個就是要討論 所以目前大概 這樣規範起來 大概有幾個婚姻平權這個議題 大概會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 贊成修民法972 那民法修了以後 下面就一直修了 民法相關可能一百多條相關都會改 這是一個 很複雜包括稱謂等等 那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他會做到修專編或者專章 就是獨立 但是這個我們這些需要的人 又覺得好像有歧視 他們也不願意 這是第二個層次嘛 兩個選項專編專章 那第三就是 維持現狀 我們就不是這樣 我們看到有人說 我們台灣是不是需要成為亞洲 第一個這麼進步的 允許同志結婚然後修改民法的一個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 我們是不是需要進步 這個大家都可以討論 所以 對我們現在來講 我是覺得 因為我們對東西不是那麼熟 所以我們辦了第一場公演 我們聽了很多 那我可以明年因為我們再辦第二場 大家再邀請雙方來談一談 到底旗艦在哪裡 有沒有被歧視的問題 有沒有會來 因為這樣而整個家庭結構被毀壞 然後未來的世代覺得會困擾 有這麼多疑慮嗎 我覺得應該多做溝通 對我來講 我現在的想法是這樣的 我不是很清楚 我必須多聽 我要多收集資訊 然後我們才去做 事實上那個我們也沒有決定權 那是立法院的事情 所以針對這三個選項 我不知道市長現在你是覺得 就是修民法 972要改民法派 或者修專章專編 我們把它規範好 你的權利義務 然後民法不要修就維持現狀 第二個 或者是維持現狀 這樣就不要蓋 然後多收集資訊 我不知道現在市長的態度是怎樣 是不是也請你 向我們高雄市民做一些表示 市長 將近20年前我擔任台北市社會局局長 那第一個前台灣的一個所有同志婚禮 我當時送給他們一幅中堂 相愛是人權 這是我的理念 我們支持相愛的人 他們在一個相愛權利的平等 但至於立法的技術的開放 到底剛剛黃妍提到 有很多不同不同的看法 那表示我們這個社會 必須再繼續溝通 市長我也跟你一樣啊 我也支持相愛是人權 我也相信 所以我會認為立法的技術 但是我們有三個選擇 因為我認為沒有 現在立法院在審的是要修民法 有美女的提案是要修民法 也有專法 沒有錯 我認為可以繼續溝通討論 請問你 你是覺得 一 修民法 二 所以你現在還沒有繼續覺得要修民法 就對了 就溝通討論 那我們的市場 市場我們的立場是一樣的 本席也是覺得啦 我覺得當社會有這麼大的分歧的時候 我們應該好好討論 因為我覺得啦 立法以後易放難收啦 很多問題這樣 啊我覺得大家多討論 我覺得不是壞事 我也把市長報告 那一天來 來那個 我們那個 議會辦公聽會的時候 我覺得雙方都非常棒 都沒有一句笑話啦 反正你有意見你表達嘛 然後 反對的人 你也好啊 講 這樣贊成你也講 我就把時間控制好 我搖車來五分 自己報名三分 大家照時間 大家多聽多了解 所以我現在了解市場 我也覺得 相愛是人權 我支持 但是要不要現在馬上修民法 我覺得這應該要討論 社會大眾還有很多分歧的意見 我覺得如果分歧齁 尤其是你看座民調一半一半 今天 中國時報 你剛剛翻開 翻開那個裡面 討論兩件事 很重要 就是那個讀者投書 一個就是 兩性平權 這個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 核災食品 所以我覺得市長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市府也可以 多辦幾場公聽會 多聽聽嘛 然後讓決策的人 有決策的人 做參考 這是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 我要請教市長 美豬來台 你有沒有意見 如果美豬 含 那個瘦肉精的 這些豬肉 你同不同意 他進入到高雄 因為齁 我一直覺得 如果我們的政府啊 常常用國民的健康 未來可能有疑慮 去交換什麼 我覺得那是不對的 幾件事情 是不容妥協 這就是主權 主權 我們的沖織鳥 交 人並島 我們也沒有什麼意見 太平島並交 我們也沒有什麼意見 我覺得主權要表達 第二個 食安 我們今天要讓市民 食得安心 我們大家吃得安心 為什麼以前不能過 你現在有沒有什麼 新的變數才能過 因為 台灣我們吃豬肉啊 我們跟其他國家不一樣 你去歐美人都吃牛肉 所以豬肉他沒什麼要緊 你吃不幾遍 問題是 我們都吃豬肉的這個 吃牛肉的這個 所以如果美豬 含有瘦肉精的多 那一進來 第一個衝擊我們的農業 那很多養豬物 可能也銷量影響 第二個這個東西 影響我們的健康 我不知道市長 同不同意讓這個東西 進入到高雄 是不是請你表 因為我覺得 關心到277萬市民的健康 所以我給你問一下 謝謝 我想第一個食品安全是最高的原則 那美豬要不要開放也是假設性的議題 所以現在對我來講 我的原則已經出來 保障食品安全是我們最高的原則 所以我現在要開放YES或NO 你是高 那就沒有 這是假設 所以你是反對 瘦肉精的豬肉進入到高雄 好 謝謝市長 那接著我就進入 因為我覺得這三個議題 關心到市民的健康 我為什麼跟大家這麼報告 核戰的問題 我們有到菜市場去 我本人也有做了一台小型的宣傳車到處宣傳 希望大家出來連署 我的助理有一天跟我說 他小包車開出去 結果一台計程車把他攔下來 我嚇一跳 我說你不遵守交通規則嗎 或者是你有影響到人家 說沒有 那個計程車這一攔下來 他也是為了要連署 要連署 這件事情 代表這個支持的力道 他在開車開開 他覺得說 幫我輸機輸來 說來來來連署 所以我希望 如剛剛市長提到了 不要把這個生命安全健康 這個應該列入最高的指標 接著 我來提到 我們過去十年 市長剛好到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對 剛好滿十年 那這十年有一些具體的成果 那有好有壞 那當然我覺得 因為我是民意代表 我說叫我歌功頌德 我也做不到 我想好壞四米金 給市長很大的光環 給你那麼多的選票 給你那麼多的支持度 那實在是不用我議員 在這裡跟你說 所以我們要扮演 著目鳥的角色 來談一些 從我的觀點 我覺得高雄市場有什麼狀況 第一個 市長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05年跟104年 我們的盈利銷售 整個大高雄少了兩千多億 它代表了一個現象 所謂盈利事業銷售 我跟所有的市民朋友報告 就是 我們買東西開出 那叫盈利事業銷售 譬如我們去Seven買東西 五十塊那就是五十塊 銷售得出 但是銷售不一定會課到稅 因為你的稅入稅出 你的銷售跟銷相近相相抵的零 就不賺錢了 但是銷售代表是一個消費狀況 就個人的消費 就企業來講 就是投資 我們怎麼讓很多人在高雄 他覺得說我有益 有錢 所以我願意 我願意持續的消費 在高雄自產 然後廠商 企業家在高雄投資 我覺得都停滯了 為什麼停滯 就是因為從銀利事業銷售我就看到 我想也沒辦法 各位問問你周圍的人 整個台灣 包括我也承認 過去馬政府的這個末期這幾年 就悶啦 很悶 大家都沒心心 沒心就不敢投資 所以這銀利銷售我就停了 少了兩千多億 然後第二個我們的稅收 這個 這個都是主機 等一下會給你看數字 我們的稅收是少 然後再來 一個很重要就是人口 市場我們 上次我跟妳質詢 跟妳說明 連兩年六都 我們是唯一人口負成長 那我們到十一月 我們的人口還是負一百四十八個 應該是沒有錯 到十一月今年喔 所以如果 後面跟這幾天 這幾天 如果沒有人搬起來 我們就連三年人口負成長 那它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市民用腳投票 等一下我會講 那個在這個法理 就是說 當我們一直在推移居城市 那麼市民用什麼角度 來看這件事 很多人離開啦 離開就是否定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以及長期在溝通的 青年失業率 那當然也很努力啊 新任的勞工局長也很怕病 年輕人啊 懷疑者 這都好事 我就覺得好事 但是我們怎麼去針對這些年輕 因為這一個 二十歲 二十歲到二十五歲之間 我們十三點多 這是很高的數字 我們怎麼讓這些人 真的有工作 然後讓他們願意工作 有工作 而且有比較好品質的工作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天我跟一個議員 在簽名堂那邊 他說 台灣社會這個 現在的氛圍不太好 就是第一個悶 第二個覺得 我們都在講究平均啊 那一些比較 有更大貢獻的 他反而沒有得到更好的價值 就鼓勵大家都平啊 那這個怎麼會有動能 去做一些開創 我想這個會有困難 然後再來 我們上次也提到的交通死亡率 那一天交通部門來質詢 好像高雄市今年 光交通罰款等等 已經超過十億 Q10億了 然後那個罰單數也 數量也蠻多 那我們的每十萬人 跟各位市民朋友報告 每十萬人 我們兩千六百五十個人的死傷率 這不是死亡率喔 死傷率 就是這麼多 我們是六都第一名 然後負債 市長我想前 有一個團體 他在上上禮拜 他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在提到說 我們過去這樣一直以來 我們總體高雄市政府的總債務 我想你也知道 審計部來也是這麼說 我們的一年期以上兩千三百多 一年期以下兩百多 加起來兩千五百億 再加上基金 自償性基金不紀錄公債 才五百 這就是高雄市目前的公共債 那好不容易 今年 我們謝謝行政院 他明年要多編五十幾億給高雄 這兩個按讚 因為他確實給高雄 但是我們還有一些 包括賣土地增加的 然後有一些少的統籌分配稅 好像明年就少了 但是不管 市長 我們是賺八十五億左右 那賺了八十五億左右 那麼 有多 有減 可是我們的借款 也是在 也是這麼多啊 市長 我們的 今年的禁 因為我常講那個環本 那個也不算環 那是舉行環 就定義過水而已 那個也不算真的環 我們真的借的是七十三 也是七十三要多 也是這個額度 這個時間先暫停一下 現在就是說 我們現場 直播 我們自己 要用直播的沒關係 不要叫我們議會 完工在那裡直播 好 這樣好不好 沒有問題 已經直播了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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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直播了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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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直播了 OK OK 謝謝 好 所以 我們的債務問題 市長也是要想辦法 要怎麼處理 給了我們今年 給85億多的 的一個禁的收入 但是我們 那個稅出 我們總的又加上去 我們的禁舉債 沒有減少 還是我們還是借了七十三億 那三十五億 舉債環本不要談 所以債務的問題 也是要面對 那最後 這第六個就是我們的 可支配 家戶所得 當然 有人說 我們的個人 平均很多 我就經常說 行政院主基礎的資料 我們download下來 就是這樣 我就用這個 跟高雄市民來報告 報告什麼 我們的高雄市平均收收入 大概就是 台北的七十二% 然後大概六都中 就贏台南 這樣子的一個數字 好 那麼 我們就進入 比較詳細的一個討論 市長 我想人口代表 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麼 包括 未來我們人口逐漸減少 因為我們沒有增加 那麼 後續 人口結構 新生兒 甚至國小的配置 班級數 老師的配置 等等都會影響到 整體 市政府怎麼讓它的經營效能更高 所以相關局處應該也要妥協去看看 今天如果那個社區未來 已經沒有大量人 新生兒再進來 需不需要再蓋新校舍 需不需要再投資 我想這個應該都要有一個 比較全盤的規劃 看不然一搖不搖不搖 換一搖沒人 那又荒惠了 那我覺得那又可惜 那麼 高雄市到現在十一月 少了一百四十八人 我剛剛有講對 那麼目前 我想市長這裡我要告訴你 一個數字 台中市 我們十年前 我們大概贏它十四萬 然後到今年 我們只剩它三萬四 那代表什麼 台中市多十萬人 局啦 就是說那個比例 本來我們贏 我們的總人口 就台中縣市 我們高雄縣市 合起來 我們是 贏它十四萬 那現在只剩三萬四 所以代表台中 它的一個 可能產業發展很好 怎麼樣不管 反正結論就是人口 我們就從人口來談 然後人口結構 高雄市 就是這六都裡面 我們增長零點七 之一 然後大概是人口增長最少 我們是兩百七十七萬八千九百人 好 那麼 那個加護所的我剛剛提到的六都最少 市長 這個是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給的 這個數字這個不會假 這個是從裡面download下來的 我也跟高雄市民朋友講 我也沒有能力去造假這麼多資料 每一個資料 這個就是從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下來的 我們的每戶平均收入六都倒數第二 高雄的青年 各位青年朋友們 我們的實質你看喔 我們在未滿三十歲 年收入 基本薪資就是 二十六萬八除以十二 大概兩萬 就是兩萬多啦 就是兩萬多 相對都不高 那我們怎麼想辦法 經濟發展 我們怎麼讓更多有高價值的工作 能夠到高雄來 我覺得這是我們怎麼去打招 那這是失落的經濟 稅金等等 好 等一下 對不起 那這是在 我們2006年 95年 那這一千五百多億還要扣掉 應該講 這個 二八四零要扣掉一百七十六 因為這是高雄縣的 這樣比較公平 因為高雄關東這四毛借金 怎麼扣掉 好 那重點是 我們 借了這麼多錢 十年借了這麼多 那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高雄轉人口沒有增加 高雄的家戶所得沒有增加 那我們到底改變了什麼 我想這個都是要去討論 這個都要去討論 大家去 就是說民意代表嘛 我們把問題點出來 大家去思考怎麼去面對 這個就是我們過去 過去這 這個在這個數字裡面 也有一個數字 就是說 當我們花了這麼多錢 以前都是流行局在做建設 結果我發現 以前一直在講 舉在做建設 那幾個民意代表 在上個會期 我發現他們一直在說 市府負債太高 然後幾年就會破產 我突然間覺得 那不是我兩年前講的話嗎 怎麼現在那些議員講的話 跟我兩年前一樣 而且兩年前還罵我 我說無所謂 因為我覺得 這是我覺得我應該要做的 就是說 這個問題 屬性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有這麼多錢 這個也不能騙人 那我們改變了什麼 好 我剛剛提到今天的一個 第四個重點 就是用腳投票 我想如何的努力 移居城市 其實我最近也蠻感動 我看到一個那個 一個那個影片 各用款 我覺得不錯 真的拍得不錯 我覺得蠻感動 可是如果那是電視公司幫我們拍的 我會更感動 那是花了兩百多萬拍的那支片 花了八百萬去脫播行銷的結果 所以我看很多 網路也有 電視也有 編了兩百多製作 八百萬脫播 結果是花了一千多萬的我們的行銷 如果我們做到讓電視台自己願意來做專訪 按讚 那是最棒的 好 那麼高雄還可以有發展空間 我們前兩天不是核發 然後有很多廠商 我覺得這都好 我想經濟發展 就是要有人來投資 要有人來投資 才會有就業機會 那我們怎麼去創造就業機會 本期在議會 我上次因為要什麼 我們不是中央現在新南向 我也開了一場公聽會 新南向 結果一開才知道 我們新南向總共18個國家 我們幾乎很多語言都不相通 高雄有沒有什麼特別 我們怎麼來做 我一直覺得 只要能創造就業機會 能創造稅收 能夠讓人進來高雄 我覺得都是我們要去做 好 那麼我們高雄產業發展 我們到底還做什麼 我前幾天看到一個消息 我覺得還蠻振奮 就是台積電要來入竹科學園區 就是南科的高雄園區 我覺得很棒 那麼也是不是借這機會 市長 那針對台積電高雄這個事情 我想對高雄是很棒的 是不是有沒有什麼進度 是不是請市長也透這機會 不要緊 就可以 沒有 我想謝謝 謝謝黃妍 黃妍剛提到說 我們在六都營養的部分 我想我這裡的指標 銷售 銷售不是 我們營養成長15.42% 指數台中 104跟105勒 我沒有跟10年前比較 我剛剛提到是104跟105的比較 不是如果說 我們只比 我不要比台中 我們比自己 比自己 對啦 我是只比自己 我沒有說你 台中是比人口 所以我們要 我講話很清楚 沒有啦 你用片段這樣 我沒有片段 你看看數字 這個 這個都可以討論 這個數字 數字可以討論 對不對 高雄市政府 有做不夠的地方 我說市民已經給你很多 但是你剛才說 稅收 你說我們的那個 稅收什麼 少了500億 那不是指高雄市政府喔 沒有 那你沒有 但是你這樣呈現 你這樣呈現 就覺得說 高雄市政府 稅收 減500億 因為你的營利銷售有減少 所以你稅收跟著少 也是合理 那是爭取的方式的改變嘛 中央這個稅 那個改變 所以我們要讓大家來關心 來討論 你沒有講清楚這樣不好 我們有簡報 黃議員 我認為你是國民黨裡面 非常優質 理性 我是認為我們就理性的討論 公平 對啊 公平 對啊 另外我想你討論到 那你討論到人口的部分 我想這十年來台灣的人口 都一直負成長 那為什麼桃園台中都加那麼多 那台中的部分 我們中科 所以你不能講 全部都少 台中 這就是我們公公市政府 要檢討的地方 所以我沒有講你不好啊 你現在用負籍 負籍並不是今天單一人口的指標 公公市政府 勞保投保的人數 我們增加了十四萬五千多人 就是中央的機會 但是你的負籍 對喔市長 勞保投保人數有的 寄在公市 為了走到台北去啊 他不一定在高雄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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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麼多的 寄保人數在高雄 有什麼東西 台北部做那麼多 就是因為人 寄在中公市 中公市在台北啊 所以我們用人口數啊 高雄在高雄的人數 對啊 我想投保在高雄的人數 我想這個部分 我是認為 你用的資料 我是認為 如果 我接受社會公平 我最後社會公平啊 因為我會說行政院主計處 當漏了來 資料 我的資料 就各自解讀啊 就各自解讀 我不是我自己發明的 所以市長 你對台積電這個事 有沒有什麼進度 沒有啊 沒有你提到負債的問題 高雄市的負債 那我在這裡 我負債額度到 九月為止是兩千三百八十三 那個是一年期以上啊 還有一年期以下 好沒有關係 但是 你沒有提到說 在 陳舉沒有就任以前 這個負債一千七百六十五億 你也沒有提到 我已經還了一千一百二十一億 市長你一千一百多會還在那 我是從高雄市的公共債務呈現出來的 那這個 那高雄市目前 你去查審計部給的資料 就是三筆嘛 第一筆就是 一年期以上的兩千三百多嘛 你也承認 第二個 一年期以下兩百二十億 你也承認 再來就是基金的部分 差不多五百 加起來就是三千億 那也是審計部的資料啊 沒錯吧 不是 但是我想 對嘛 屬性就是這樣啊 我跟你報告 好 你合併後 一百年一百一一百二 你到這五年已經 你又多借六百多億啊 你說你好沒關係 就這 合併後就多六百多億咧 那你說沒有 我跟你講 你還的那個是舉行還就 那是貴墜的 那個不算 你舉行還就那個不算 怎麼會不算 舉行還就的不算 那個只是貴墜 那你說今天高雄市借了 每年借了一百多億 高雄市好有進步 你知道你今年借了多少嗎 你市長你今年借多少 七十三 對 七十三是 是進的啊 如果你再加三十五是一百零八耶 18%我就每年要負四十七億耶 對對 啊你收入一千多億啊 那是你的成本啊 好 市長你要不要答覆台積電的事 好謝謝 那台積電到高雄這個部分 我們有陳建仁副總統在接洽 相關的部分我們也有幾次的討論 那高雄市我們相關的局處 那我們非常歡迎 我們也給予全力協助單一的窗口 那我們希望這個部分台積電能夠到高雄來投資 他有關於細節的部分 那我想技術的部分我們都全力在這個部分來協助 然後歡迎你他是非常有指標性 當然 這麼大的國際公司 台積電如果能來 我非常歡迎 這個部分都在進行中 市長請坐 我我想做一個民意代表 我想我們最重要是把問題點出來 事實上我市長我給你報告 這個剛剛那些數字是主記出主記網download下來 我剛剛就秀給你看 好我們現在來討論 目前我想這一陣子這一年來 尤其是最近這半年 我們去拜訪很多廠商 包括不論是營造業 不論是各個相關傳統產業 大概都有一個 有一個氛圍就是很悶 大家不敢投資 對社會未來覺得很混亂 比如說我們最近大家常常 這半年來各位看到什麼 我們從上上禮拜已經解決那一日一休就差半年了 然後接著同分這個每星期都在遊行 然後接著還有人在網路上說 有某某立委又提議什麼毒品要除罪化 然後接著美豬要不要來 我覺得我們都在處理這些問題 很少去focus高雄 就當然我不是指市長 我是說這個社會 所以我們到底未來高雄的真正的機會在哪裡 怎麼鼓勵這一些廠商願意在高雄投資 我一直講投資就會有就業機會 有就業機會有工作 就是人性尊嚴的開始 台北昨天報什麼2.2K以下什麼就可以零補助 結果昨天晚上就有人講說 他那個本來他做那個燒餅 結果他一個月算一算也大概賺這麼多 結果他說這樣他不要做 他要一隻一顆補助比較快 他就不工作了 其實這社會不應該是這樣子 那我剛剛提到那個兩個禮拜前那個團體 他要提到高雄市 我們今年新增80幾億的預算裡面 有55億是放在社會福利支出 因為我沒有實際去看到內容在哪裡 但是那個給的數字是這樣 那我不知道經濟發展支出放了多少 市長我寧願真的 我們寧願讓經濟發展支出放的更多 我常講讓高雄的廠商覺得有一個 一個依靠 有一個輔導 然後讓每一個廠商 我們這幾六萬間的中小企業 一間多欠一個人就好 然後這些老闆 我們就會多好多就業機會 就好幾萬個 然後這些老闆每一個人都有賺錢 然後他願意加薪 這樣我們的平均收入就上去了 應該是這樣 我們怎麼去讓我們的 這個在我們高雄市裡面 這一些廠商覺得 我來高雄市這裡設唱不錯 然後我們怎麼讓這個 創造很多就業機會 我也知道你們有很多 創業育成中心蠻好的 甚至我上次也提到 現在不只是企業要孵化器 就是讓這些 剛想創業的人 沒有很多錢 給他們有機會 現在連社會企業都要孵化器 社會企業就是做那個 NGO的啦 NPO的啦 做不錢的 這些工作也需要孵化器 所以我們如何讓高雄 真的成為這個青年的 這個就業之都 甚至最好成為青年的創業之都 我們應該要撥更多的預算 然後讓很多願意來創業的 譬如說我在這裡 也跟市長建議過好多次啊 當我們的國菜市場處理好了 然後我們的屠宰場 是不是要趕快處理 屠宰場處理完 那個移種工業用地那麼大 看要OT處理 還是要自己做 我們讓很多人來高雄 起初我們就給他們一個基地 你來高雄 我給你輔導 我們讓你來這邊就業 我們高雄銀行也可以給你輔導 我們有這麼多 第一科大高運大中山大學高雄大學 這麼多熊沛的這個 學界的力量 又有這麼多產業的力量 我們怎麼讓這些人在高雄能夠創業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所以這個問題就提到 我們怎麼讓產業 所以我不知道今年市長 你在預算上在佩比 我希望未來真的盼望 你們那個金發局長很緊張的者 我也知道 因為我常問題也請教他 我們需要更多的預算來支持 譬如說我們以前也就叫很多次啊 SBI啊 我們都有做啊 問題是量很少 量很少 因為你錢就少啊 我如果一年只編兩千萬 你說我可以輔導多少家 我覺得 這是產業發展應該是我們所有的共識 我覺得很快很多東西都會過 產業發展好 我們有很多新興的創業 譬如說我剛剛提到的 這是傳統的 我們這裡要怎麼升級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 市長自由經濟示範區也希望你推 因為當時我也陪著 不能叫陪一起去考察 我們就看到 人韓國2006年 我們在講也在講 結果我們20 2011吧 我不知道忘記 我們去 結果人家已經做得差不多了 我們又在討論 當然那是我們自己過去 政府沒有做好 我也說沒有做好下台 這也很正常 那未來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們有沒有一個把高雄港 劃起來的一個大的一個結構 把高雄港 做計碼頭1號 未來再做的2號 然後我們把 甚至205兵工廠 那那DC21 全部都把握握 開放 那我們腹地夠大 陳契合說啊 我們在DC那個土地 都是國營事業 都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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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格局又不大 如果能夠整合 變成很大的結構 你說要吸引世界級的公司 比較大間的來投資 也才有可能 所以 產業發展 我覺得這一塊 應該大家 我們也是很鼓勵 你們這樣來做 所以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部分 不知道市長 願不願意推 然後願不願意來請 我們高雄市的立法委 一起在中央來努力 那這自由經濟示範圈 就涵蓋 以前你常講的綠能 包括循環經濟 包括醫療產業 甚至教育等等 我想這相關 對高雄應該會有 很大的改變 如果 能夠推得成 我相信應該是很大的改變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 我們在經濟發展上 包括我剛剛提到 我們有沒有更多的腹地 可以來誘發這些青年朋友 青年企業 所以青年不一定是 是說三四十不一定 有的人 退休六十幾月 其實觀念很新的 那個也算青年 觀念的心 不一定是年齡的心 有的二十幾歲 就沒要做 那個等於問號 所以這兩個部分 是不是請市長來答覆 我們怎麼共同來努力 來推這個創業之都 我們怎麼努力來推 自由經濟示範區 讓高雄產業可以更好 市長請答覆 謝謝 謝謝黃議員 我跟黃議員說明 那我們一百零六零的預算 我們經濟的支出 大概是兩百八十八億 比去年增加了三十六億 增加的比例大概百分之二十四 當然我想我也 有黃議員的若干很多的觀點 我們基本上都是認同 那譬如說 我們高雄市未來 對於青年的創業 我們能不能給予大力的支持 Maker 那個我想 製造者中間 這個部分都在大力的推動 那我們也有在整個 我們的那個博厄特區 我們特別騰出一個很大的空間 未來我們這個部分也願意 那自由經濟示範區 那我們本來以為 一開始以為只有在高雄港 後來變成什麼五舊一空 就比做這個都沒有 每個都有都不知道做 就是說我們高雄市 未來不管是我們的 循環經濟園區 各個產業不斷的提升 未來有可能在風力的花電上等等 那我現在只能跟黃議員提到 第一個核花產業園區 現在正在大力的招商 同時我相信也很不錯 那我自己都親自參加兩次的動圖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的人物產業園區 我們在這個部分 因為有很多的投資需要新的產地 不管日夜光的投資或者未來 它在計畫中很多的投資都需要土地 我們也都是在協助中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將來在岡山 我們的很多扣建產業的升級 那未來跟航工 航太的產業 那這個部分 我們都在大力的跟中央一起合作 給予他們很多產業的升級 我們也願意中央在未來 有沒有可能高雄銀行在這個部分 應該有更新的觀念 能夠來支持青年的創業 包括中小企業 給予他們在投資上 未來在資金上給予協助 這個部分的方向 我們都願意努力 那針對那個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部分 我也是覺得 當時本來鎖定高雄應該是很好 可是後來變成什麼五港一空 一空就散掉了 所以我是說也拜託你啦 因為總是說這個部分 能不能再努力 讓它再修回來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你沒有一個境內關外 一個特別法 你很難 因為我們現在傳統的經濟現在是悶 你沒有一個特別 我不太喜歡用強心針 因為怕強心針通常都沒有好的結果 我說應該是要一個更大的鼓勵 然後如果我們一個境內關外 然後融合 像之前從這幾任進發局長來 他們也都做了很多的一個研究 我們怎麼讓甚至那個腹地可以再大一點 我說八卦205成的都可以把它放進來 如果它真正能夠讓高雄有一個脫胎換骨 然後搭配你們現在一直在推的亞洲青灣區 我覺得都很棒 應該要在立法上我們要有一個特別 因為這個我們是幫不上 這個部分好 謝謝黃議員 我認為這個部分 我願意在跟經濟部 或者是交通部 或者我在行政院 我們說有沒有可能這個部分 我們高雄重新提出 不是好像這種分譜 這樣就比較可惜 那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這個自由經濟算卻 拜託市長 我們願意 來努力一下 我想這對高雄未來一定幫助很大的 因為台灣目前也沒有這樣來做 我跟市長報告 你說高雄脫胎換骨第一個是什麼時候 等級加工出口區 那是世界第一個什麼特區 以前我們想要進去也不能 但是它卻為高雄帶來很多就業界 但是那個模式已經不能 因為我們現在不要走那個低價大量人員 那已經不是我們要的 應該是有價值 然後比如說高質化等等相關 這個要努力 第二個市長 屠宰場的部分 目前我們沒有進度 這個部分跟那個果菜市場 果菜市場 我知道那個很困難 但是已經確定 那我想我們高雄 我也對外正式的說明 石泉路我們希望在明年的暑假 能夠打通 全部打通 那另外一個部分 剛剛提到那個屠宰場的部分 那屠宰場我想我們在進行中 那我總是在面對整個那個果菜市場 我們也是面臨很多的一個 不同的壓力 對我們高雄市政府 包括來自民間各種不同的 對我們的打擊 那我們希望一件一件來處理 那希望高雄更進步 市場那屠宰場的部分 我也拜託啦 因為市長你請坐 因為 因為 本期在關係的議題 我想也大概六七年以上 我大概一兩次的總質詢 就會跟市長提一下 就說 為什麼我說果菜市場 這個 對不起屠宰場 第一個 本來在市區 現在就不應該 再做這種屠宰的工作 你想要看在民主路 那在那車這樣 為國道10號這樣車來 在民主路 在我們的合體社區 在我們的高雄市的 這麼好的社區 在那車在那開來開去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就公共衛生 就整個景觀 就整個衛生來講 那是不對 第二個 當我們把它移到 譬如說岡山什麼地方 願意的 我們這個地方 騰出來 市長這以前是高雄市的邊垂 現在變高雄市的中心 對不對 那麼這麼好的社區 對面我們 這個地方要去高鐵也方便 然後要國道10號 中山高什麼都方便 連火車站也都很快 這麼好的區塊 我覺得應該都發 金發應該好好來研究一下 趕快走的時候 我們這裡後面要來做什麼 創造很多 那剛剛提到高雄銀行的部分 就是說 不只是要借錢給他 我覺得 通常 那個 借錢去做生意的 成功機率都不高 應該還要有一個福島的機制 要借錢 就要問你要怎麼做 給他一些福島 然後錢再給他 不然 根據統計 什麼什麼火鳳凰 什麼女鳳凰 那些小額50萬借出去 通常都失敗的比較多 因為他沒有經營的觀念 錢花完就沒有 所以這些我覺得都要去努力 那我剛剛聽到 這個 有經濟發展有增加 那當然好事 對我來講 所以我也一直跟市長提到 在社府金發之間 他不是零和 他應該有一個平衡 那我覺得 如果差不多 應該是要把資源放在發展 因為 這個發展好一點 有機會 他們就比較不用來領這個 那領左邊社府的順序 是沒有尊嚴 那是國北二三種 要來領那個錢 如果他在右邊 他有工作 又可以創造稅收 自己也有尊嚴 社會也會進步 我想在這兩痕之間 應該盡量往右邊 讓經濟發展更好 我想才是我們要去追求的 所以 包括高雄的另外一個很大的產業 石化專區 我想市長也是很用心 院長也來了好幾次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對未來 30年50年高雄都很大發展 你說石化專區到底做不做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沒有 我想這個可能 沒有石化專區 但是未來我覺得 產業缺落 不能講石化專區 不是 就我們認為現在就一直在努力 綠色循環 好 先處理青春 那就是綠色循環專區 現在在處理青春的問題 了解了解 好市長你請坐 我的意思是這個產業 恭喜來 中油相關體系下的 那也影響幾十萬人的工作 我們怎麼讓它高質化 循環 我同意這個邏輯 而且這才是進步的觀念 我想大家一起來努力 這個都是好事 謝謝大家 好 謝謝王波林議員 休息十分鐘